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协会在全球推动聚吃鱼翅的行动 最近他们邀请艺术家用创作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有艺术家就用鱼枪拼出鲨鱼的外形表现人类的贪欲 或者是用鲨鱼的眼睛凝视观众反射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残酷 最近协会会把这个展带到北京展出 中国是全世界鱼翅吃最多的国家 协会推行运动16年来 光是在中国就已经成功减少了50%的鱼翅消费 一场跨越三国的展览汇集中国欧美等34名艺术家 要用50件不同形式的作品一同来保护海洋 我希望这个展览能尽快回到中国 让每个中国人能看到这种鲨鱼人类的作品 因为只有中国人真正的感受到鲨鱼的保护 才真正能保护鲨鱼 数百只尖利的鱼枪像是刺穿一只无形的鲨鱼 扭曲的身形宛如生命最后一刻痛苦的挣扎 这是中国艺术家于扬的作品 我通过鱼枪直接那种相互连接形成鲨鱼的形状 人类对于鲨鱼这种贪欲足不止境的 所以说每一根鱼枪甚至插入鲨鱼体内的时候 给人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是我冲着启示的一种动力 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协会 1999年成立以来 大力在全球呼吁保护野生动物 特别在中国推动据吃鱼翅的行动 透过名人宣传 成功减少百分之五十的鱼翅消费 第一次和艺术家合作策展保护鲨鱼 展览经过摩纳哥 俄罗斯终于来到中国 我觉得环保结合艺术能够放大这个话题 艺术是非常感性的 能够唤起复杂交错的感受 我希望通过这种感情 让人们引起共鸣 鲨鱼只是展览的一个符号 更重要的是看到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 沾满整幅画作的鲨鱼眼睛 逼迫观众面对残忍的现实 眼睛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概念 鲨鱼是作品语境的背景而已 我希望通过一只巨大的眼睛 来反射人类社会中的冷酷和无情 展览回到鱼翅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 野生救援协会代表说 如果能够成功保护 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鲨鱼 也等于是保护了海洋 中国的艺术家也承诺 以后不吃鱼翅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对鲨鱼不像西方人一样 因为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那么包括我本人过去也是经常吃鱼吃 那我觉得这个展览里面它其实告诉我们 鲨鱼和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可以让我们重新去审视自己 医术家用行动来唤醒社会共识 用艺术的力量改变世界